今天要來跟你們大家介紹一間高雄的傳奇木瓜年露店 上次是不是有去吃過那個左營的木瓜牛奶 這間高雄農務大王有機會來高雄或者是剛好他們分店在你們那邊有的話喝看看 這個真的是算傳奇了已經 1996年到現在沒有1966年57年 那他們呢從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的時候跟老爸老媽有來吃過 他有到我們來吃過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們有一頭很大隻的牛在裡面 他們後來這邊好像有什麼銀床跟我們以前來感覺不一樣 他們上面的菜單我發現跟你以前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那時候還小可能也看不懂字 套餐類點然後三明治這個也點一個然後點心也點這樣子 比較能夠讓大家看到他的東西 我們都喝木瓜牛奶 好 套餐啦 本身裡面就有副飲料 所以你只要加五塊就可以升級殘末蝸牛奶 哦 看起來滿爛順的 他這個轉位啊 跟一般早餐店不太一樣 他上面還有兩個那個薯條 還有兩個雞泡 什麼薯條 地瓜啊 他就是地瓜薯條 總會九十 哦好特別哦 上面還試一試地瓜 好吃啊 滿滿的兒時合一 嗯 今天為什麼會跑來是不是 因為呢 我們自從去到南京就 太常都在那邊活動 然後 常常有時候都可能就整天都待在家 工作完 如果晚上沒工作我們就在家 然後我們不想說 這樣子整天在家也太悶了 我們就 趁沒有下雨出門這樣 對 這看起來超健康的 我跟你講 或許有很多觀眾都知道 這一間 可是他們可能就 沒有特別來吃 對 像我們 距離上一次吃 真的已經是小時候了 可是我跟你講 他的種味跟早餐廳的味道不一樣 嗯 很好吃 而且他的小黃瓜 生番茄很新鮮 小黃瓜超脆 會先品到拿去就幫他就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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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張木桌大長的 嗯 可是我朋友聚餐啊 這邊是可以容量 這張椅子 高一圈大概可以做10個人 對 超過 大概15個 以前高雄都入到 真的超好 這個雞腿看起來很好吃 嗯 這個樣 這個樣 它上面的果粉是 我自己編織過的 有很多味 嗯 超讚 你說我們這邊全部才試來的 嗯 四百多 我發現我們最近 點東西啊 我們沒有特別控制價格 不過都剛好落在四百多了 嗯 那天我們去吃魚湯也四百多了 我們吃餛飩的也四百多 這裡也四百多 他們連肉鬆 都是真材實料 真的肉鬆 不是那種加很多豆粉 那這邊的價格 你就把它當成簡餐店 嗯 好 不然沒掃 你看 雞肉一掃 推過去一點 怪物夠猛了 天啊 它這個肌肉這麼大塊 太鬼崇了 不夠大 這個肌肉這麼大塊 欸 我沾一下看看 看它咖啞 這咖啞我喜歡 這咖啞我喜歡 幫我淹...淹一點一點點 我喜歡 嗯 我應該點咖啞 太猛了 哇 這個來要吃這個呢 來要吃烏飯 非常厲害 好像有些人不敢吃這種 一大塊的紅蘿蔔 不會喔 我看到這樣很多耶 嗯 好像整個手痛 是因為我可以做了 很厲害 我還是要吃這個 我沒有吃這個 你有什麼 可以嗎 還有這個 這張椅子,是不是我自己想玩 好像很酷耶 遠遠兩球,是對稱的 剛看上面很像 今天我們介紹給大家的這個高雄木瓜牛舞蹈 回味我們小時候忘記的味道 真體來講的話,它裡面的燈光、價格、口味 綜合起來的CP值相當高 來這邊吃得飽 它不會像一般的一些可能比較精緻型的減餐 你可能吃不飽 在這邊你是可以吃得飽 而且有一個舒服的用餐環境 有時候我們可能跟朋友要聊天 找個地方想坐下來吃點東西的話 這邊的價格,你兩個人500塊 差不多打發 高雄的木瓜牛爐的傳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吧 掰掰 吃點燈光 就這樣看 好喝 吃點燈光 甜蛋